好,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列席的官員 主席,幫我請一下財政部長跟主席長 兩位請 菲委員好 是這個 兩位首長,我看到你們的 在金建會給我們的報告裡面 讲说我们各级政府从中央政府的负债余额跟各级政府负债的余额 我们好像比美国好得很多 比英国也好得很多 比法国 比德国都好得很多 比日本搞得更多 比新加坡也好得很多 对你们这种表现 你们是觉得是沾沾自喜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先从这个主席党来给我们讲讲好了 主席党 你觉得我们这种这样子的表现是很好 值得夸奖 还是 这个当然继续改进了 不是不是技术改进啊 技术改进是待会我要问你的其他的问题 你觉得这种表现 你觉得是对中华民国的我们政府啊 控制债务余额的表现是表现你觉得很好 还是不好 我只是在在请教你们这样子啊 是 我们是都在法定的范围内来举战 当然是在法定嘛 在法定之外的话 你们都 你们这个预算就编不出来了嘛 那我请问你 你觉得表现的好还是不好 讲实在话 你做两年的嘛 你自己也评论一下 我们这个控制这个负债 是表现的好还是表现的不好 就说在因为这两年真的是碰到金融海啸冲击 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但是呢 现在一百年度酬变运算 我们也都努力的在降 控制那个降低 我想任何时候啊都会发生事情 就好像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有公司会赚钱 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也有公司会倒闭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外在的理由 随时可能都会有变化 你也不知道明年 明年难道就会比今年好吗 明年也难道就会比2008年好吗 Nobody know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评比 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对不对 举例 像你们这个 我请教两位啊 政府支出啊 是量出为入 请问你们量出为入的方法是什么 两位哪个人回来 你们量出 现在我们我们进 我们入 我们input 举例只有只有一兆 可是我们output 我们要出去要有一兆五千亿 这个少的五千亿你要怎么办 你有什么方法呢 我想委员点到那个问题了 就是说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 一定有一个总体模型的估测 在明年也好 今年我们政府到底要多大 有个最四的规模 这就是我们主机师所讲的 我想委员非常了解的 也就是全国总资源供需估测的模式 这个模式之下 就是安排政府的税出嘛 税出大概多少 以目前大概占20% 各级政府加起来占GDP大概20% 这20%就带动我们国家的成长 成长率 失业率都把它在一个理想目标之下 这个额度定了 那我税入就来配嘛 那个配置 我现在就在请教你们 用什么方式来配合 所以这里配的方法 就刚刚给委员报告 大概基本上讲大概四种了 税 费 捐 债 税 目前大概六成多一点 足的部分就是 第四样债 现在是越来越多 对 所以这个就要努力去改进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是 什么改进法呢 是 这里我给委员报告 就刚刚讲 对不对 像你们一定会引以致奥的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 你觉得你很满意吗 我当然不是非常满意 但是至少过度的时机 那我再请教你啊 你觉得一般的 一般的学界的朋友 对你们的评论是什么 他给我们很多的指教 我们都谢谢 指教是什么 是正面的指教呢 还是鼓励呢 还是觉得不好的 就我的了解是都有啦 因为有些东西它是长期的 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两位真的 我跟你讲 当然两位也很可怜啊 行政院还常常怪你们 对政策辩论不利 我都讲很物质的话 可是平常讲啊 我真的很担忧 用这种处理的模式 都是会债留子孙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嘛 所以刚才我讲如何截留 刚才你提到如何去核实经费的支出 我们要努力 你们截留截的再多 没有把一四岁减少得多 我讲平常讲 税制改革啊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 我跟你讲 我把你们评鉴的很低耶 我到后来我都不愿意讲话了 真的 你们税 输税改革 输税制改革 改到最后真的让大家都很痛心的 负债越来越多 对不对 结果呢 只有那几个有钱人 他爽快 真的 大家回想一下 当时你们 哎 一阵岁要调象 那几个人 那几个红顶上的人 就在那里一直吵一直吵 现在国家有难 他们也不出来吵了 对不对 那几个人 哎 他自己赚饱了 对不对 什么摸电脑工会信师的人 是不是 他们总统只为了 为的是 他有考虑到国家的政治 这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把关不利 但是平常讲我也不怪你 我不能太怪你怪太多 怪太多是什么 因为你上面根本就赢给你答案了 大家都 我去了几次我就懂了 根本就在演戏 根本在那边演戏 做计划的学者也是配合在演戏 那几个学者 有几个学者我很瞧不起 是不是 不去参加开会的人 那些学者们 对你们 真的是 对你们评价是非常negative 真的 搞什么东西吧 去参加开会 真的后来都不愿意 去开会 就帮你们背书 在那边当小丑 真的 今天讨论这个题目 我真的 我看了就很生气 真的 我是觉得 留下美名 我也真的为子孙去多想一想 真的为子孙多去想一想 日后 日后 大家在位上不会待一辈子了 你们也不会当一辈子的部长 我也不会当一辈子的立法委 可是我们所做的点点滴滴 日后都会留在历史上 我们尽力而为 我们尽力而为 不是尽力而为 你们现在做的东西 平常讲部长 你们有的时候 也要大声的告诉你们的长官 不要先给 先给solution 给那solution以后 你们能够做什么东西呢 你们现在扮演 我都不会讲好听的话 给你们听 但是真的发自于内心的 你们现在所有的 所有的政策 真的跟我们学理上很多东西 都是背道而驰 刚才我们赖委员提到 希望你们债务还本 提高到10% 你们可以办得到吗 因为这个支出面的东西 牵涉整个支出结构的调整 当然了 还越多越好 大家是感觉这样 那也会对有钱人去征税啊 那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你们都不做啊 不是另外 量出为入嘛 你现在 你们现在收的税不够嘛 那怎么办呢 土地你们又不敢去处理 那怎么办呢 我既然要花那么多钱 我就要去想办法 什么叫量出 我刚才请问你 量出为入的方法是什么 那四个方法里面 你们先只用最后一个就举债 举债谁都会 我平常讲两位说的 谁都会举债 税的部分也是有增加嘛 虽然税率降了 但整个经济起来了 激增的 你现在税增加按照你们的报告税是缓 我想 我看 我看今天会 今天会不要是吐你们吵孩子嘛 大家 你们要各级政府 要缩减 你到 二千零 十一年 我政府的收入 我的 我的才会 慢慢的税还会 才会多一点 但是 还是负债一千 一千五百多亿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看起来 国家的才能会有希望吗 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而且 这个过程里面 还是 我不要发生任何的天灾或人祸 如果再发生任何的天灾或人祸 是你控制不了的 我告诉你 又要举 又举 很多的在 我们的 我们的税入主要的来源还是靠税 那没有错了 可是你们一个复改会一改 我告诉你 国家税就少那么多 而且那些有钱人集中在那几个有钱人 我就觉得真的 很不值得 不会 这个数字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基本上减税 97年大概减130几 98年减 真的 我去参加几个 那几个有钱人在那边调降 调降 一阵税 我想 从陈水扁时代我去参加 那就是那几个人 他们只要两个 要调降两个东西 一个是一阵税 一个是一阵税 那么多年来我告诉你 我看这个政府 将近20年来 大家都不愿意动 你们把它做到了 只满足那几个人的心而已 真的是 那几个人现在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现在做PC的 什么老大大王的 还常常警告你们政府 警告我们的政府 你给他好处有什么用 他有帮 你给政府去 实时之刻 替政府去辩护吗 替政府的经济思考去 发展去想吗 那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啊 那个人好像 好像不姓思 现在摸 我们notebook 最大的那个人 真的 他去坐我旁边旁边 我真的看到他弄嘴脸 我是觉得 真的太不值得了 全国牺牲了全国的 所以的公平正义 只为了买足那几个人 好 谢谢委员 好的 接下来就去说